人说的就是说就是定性那就是个投赌事件 就是这个人他自己从他家带了就叫亚硝酸盐吧 这个我知道大概有23个吧 他是一个班呀还是整个幼儿园都吃这个半中毒了 一个班 我排排我溜了几年 也是就是12点多吧 然后别的家长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 到过去的时候孩子已经洗过胃了 然后都是一直吐 吐的然后都是有血丝 我小孩都是四岁半了 现在都是嗓子嗓子不舒服 老师打的120然后120接过去的吧 大概住院的第三天吧 然后医生说没啥事了就出去吧 案情调查是人家公安 我这是形势啊 你现在幼儿园封门都是人家公安局封门 当时调查情况带子都没带出来 那他投着那个毒叫什么毒 叫亚硝酸盐吧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幼儿园的 是老师自己带来的 可以这个这个是我们从这个警方那边得到的消息 他们幼儿园就三个班 一个大班一个中班一个小班 就你们一个班 今天上午吧 然后去那个刑警大队 我也去录了口供了 那个小班的老师跟那个东西的老师 有点过去 然后那个小班的老师 然后在那个盆里下点那个 下点药吧 那已经抓起来 已经拘留了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